我說嘿 我好像蠻喜歡拍照的 那時候 我們的工作辦不了信用卡 那我媽就說 不然你先刷我的卡 然後分期 可是我媽也沒有跟我拿過那個錢 所以等於是我媽幫我買那個相機 可是就是 以前我們 我們小時候在過得很好的時候 是真的過得蠻好的 我們就是每一年暑假寒假一定會出去度假 我們以前就是六日一定會去餐廳吃飯的那種 然後去住五星級六星級飯店 然後我覺得 我們現在回去翻相簿的時候 都會有這些照片 都會有這些回憶 我大概國小畢業之後 就是我爸工作開始有一些改變跟轉折 才開始慢慢的 不是越來越好這樣 那你就當時你對爸媽的就是 其實會有一點怨念嗎 怨恨之類的感受嗎 我覺得多少都會 尤其在那個時候 自我意識很強 然後又很叛逆 就會覺得 好像回家氣氛都不好 那好像大家都在忙碌的工作 那 好像少了家的感覺 那種溫馨的感覺 回家好像也沒有人特別關心你 我就覺得 那個好像不是我真的喜歡的 以前我很常會覺得 我很意氣用事 我會對我爸好 那我會對我爸說出很重的話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想要叫我爸滾 就是叫我爸離開這個家 那我就說 我真的會拿東西去攻擊你 以前我爸會偷家裡的錢 對 會拿家裡的錢 然後 因為生意失敗 所以 對 就是有一些行為 可能真的是他成長的環境關係 他是一名養子 他沒有自己的親生父母 而他曾經又被他的養父母拋棄 又被找回來 所以其實他的成長過程其實蠻曲折的 那造就他很多時候 可能他也 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或者是他選擇自私一點會比較好 我有一陣子覺得是 他就是不負責任 他不努力 他沒有為這個家庭付出過 可是我媽說他 他有努力過 只是他 他 比較 不是我們一般看到 或是刻板定義的 那樣子的一種努力 就是我很愛我媽媽 那反而真的是對我父親 我就會覺得 原來 其實 要當一名父親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 很幸運算是我 蠻早就生小孩 讓我在 算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理解這個 難處吧 其實我試著一直 用我的方式去 想要去理解他 或者去接近他 我那時候拍了下班場 然後拿了金馬 那我就覺得說 他說好棒喔 我有拿到獎 我邀請你一起去看下班場 而他那時候看完下班場 問我說 那你可以給我兩千塊嗎 我覺得我其實蠻受傷的 就是我好像 已經在 試著用我的方式去想要 去 發進彼此的關係 對 想要說一些我心裡的話 可是 好像我得不到 那個整整的回應 可能真的是到 我小孩出生了 我可能 幫他們 換了一個新住的環境 我覺得那個整個氣氛 也許因為 之前都一直是紀人底下 可能 多少別人的臉色 或是別人的眼光 我覺得 那個是一種 無形的壓力 或是 難以 讓你自己有面子的一種狀態 那 當換了一個新環境 我幫他們租了一個新的房子 重新佈置了一個家 那個真的會是屬於 像我媽媽也跟我說 就是 50年 60年了 他終於有一個 他打開門 這個是 是自己的家 也許真的從這個時候 我父親也才開始有一些 一些軟化 或一些改變 而 他不用再去 好像去承擔那些 他 他自己知道 他應該做 可是他沒做到的事 你在這段路上 比較偏向是跟父親和解 還是先跟自己和解 我覺得是先跟自己和解 比較多 當 自己心裡面那個理解 跟 過了那個坎之後 我覺得 我不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會後悔 我不想要等到 可能他真的年紀大了 他 他沒辦法表達了 或是他沒辦法說話了 或者是 在最後一刻 我才 理解到說 對 那是我父親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可能那有點晚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家庭的 愛 或者是家庭的環境 真的會 影響到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而那種是一種價值觀 我覺得我母親給我一個 很好的學習環境 而且 給我很大的自由 讓我 做很多 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就算 我曾經 走偏了 或是走到一個 比較叛逆的階段 他選擇 讓我相信 我知道我自己 在做些什麼事情 而慢慢的回到 正軌上 正軌上 我覺得我媽媽一直也是 身體力型的去 去告訴我們 做什麼要像什麼 你要尊重你自己的工作 你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我媽媽以前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後早上在公司上班 然後晚上要去幫別人洗碗 她洗碗的時候 她就是認真一個洗碗的人 然後她早上在辦公室的時候 她也不會因為洗碗洗到很累 她去辦公室沒有把她自己的事情做好 應該就三份 三份 而且她洗碗那個工作是 一整年都不休息 我覺得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我以前是真的滿任性的 我母親為了想要完成我 只是隨便說的 也不一定是隨便 可是那只是一種想法 可是她真的會落實你的想法 而去幫你完成 支持你這些事情 我說我好像滿喜歡拍照的 那時候 我們的工作辦不了信用卡 那我媽都說不然你先刷我的卡 然後分期 可是我媽也沒有跟我拿過那個錢 所以等於是我媽幫我賣那個相機 可是就是 唉 我就我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說 你想要 幹嘛呢 維繫一個家 然後讓她持續可以 大家可以往前 過生活 其實不容易 對啊 那 我覺得現在至少開心的事情是 那我可以給她一個家 那 我可以給她安定的生活 那 我可以不用讓她擔心那麼多事情 可能 第一次拿金馬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覺得 對我媽媽是 她有一種 一種驕傲 或者是 她可以跟別人分享 這是我 在做的事情 到現在就說 唉 我那個客戶 那個同事的女兒 那個簽名 你可以幫幫她簽一下嗎 我就是 或者是我去 她 接她下班 然後她就說 唉 我那個同事說想要跟你合照一下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就是 至少 她可以有一個 她 她 說說嘴的事情 我覺得那就很好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好的養分 跟 讓我知道說 再忙都還是要 留一些愛跟關心在家裡面 因為 那個是 戲在一起 最重要的 的片刻 我覺得 不管 再怎麼累 或是 再怎麼辛苦 只要 你回到家 回到 那個地方 你就會知道 那是一個 很充滿愛 跟很有安全感的地方 我覺得 這樣就夠了 對啊 嗨 大家好 我是范少勳 第三屆旺旺旺孝青獎 又開始了 歡迎大家可以透過 詞曲創作 或是短影片 來表達自己對父母親的愛 請大家 踴躍參加 好